快位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是一個螺旋狀的 類似牛角麵包的 將麵糰擀瓶 放入天然奶油塊 再捲起來放進烤箱烘烤 不一會兒美味的奶油可送出爐 香氣死意 像不完全清化油 它吃起來會有一個化油味 會有油耗味 可是像我們天然奶油 它烤過之後 它基本上就是淡淡的一個奶味 奶香味 不完全清化油 最快2018年全面禁用 麵糰師傅說 其實製麵包糕點 本來就該用天然奶油 雖然成本較高 但做出來的成品 口感比較綿密 也沒有油耗味 一般油炸料理 為求口感酥脆 也會使用不完全清化的植物油 但彭仁老師強調 其實可以用不飽和脂肪油 像是大豆油或芥花籽油 就沒有反噬脂肪的問題 一般來說 食物經過油炸就會酸化 可是就希望它 至少稍微健康一點 因為還是蠻多人喜歡吃油炸的東西 那就是盡量把它變得稍微 沒那麼不健康一點點 如果要炒菜 冷牙油是不錯的選擇 例如冷牙苦茶油 冷牙橄欖油 用水油炒在低溫烹調 避免高溫氧化 對人體乳害 同時也可以避免人工 反噬脂肪的風險 記者機關紅衛方台北報導 及到 膽量的耳朵 不然